是的,我早幾天就簽了邵氏 所以剛好就可以來到FILMARK和大家見面 簽邵氏的原因是因為過去兩年我都是自己發展的 但是我發覺因為我太多飯 有時又做藝術的拆展人 有時又去年搞了游泳學校 所以合作開的當然知道怎樣找到我 另外一些未合作過的 很多時候聽到就是我不做這行 就是退休了 但其實不是的 已經是我的熱誠 以及我唯一的事業 所以剛好上年拍《早男》的戲的時候 就跟駱小姐多了聯絡 也得到駱小姐的信任 所以就非常投緣 所以我很快就作出這個決定 在香港就找多了一個家 駱小姐是否都當你金蛋 我當然希望可以幫到公司賺到錢 以及令公司的作品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和受歡迎 其實自己都做了很多年了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都是要有好的作品 還有今天剛才在FILMARK裡 也都給我好深的感受 就是其實有很多的演員 做演員其實一點都不難的 高矮肥瘦都可以做一個演員 但是要做一個有人認同的演員 其實要很通過經理人的提攜 以及要通過自己的努力 有好的操守、堅持、勤力才可以做到的 所以希望大家同業的人 都可以找到欣賞自己的觀眾